爱护资产环境资源的意识抬头 对于珍贵树木资产的保护与照顾也就越来越重视 为了要将爱护树木的观念向下扎根 今天市府绿美化景观处 特别来到三支区的新华国小举办盘树园的收剪示范 以及大型机械的灯膏修剪示范 具有临场感的示范观摩让学生们看得目不转睛 借此要将正确的生态保育观念传递给学童们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次来国小帮学校修剪这棵珍贵树木 把正确的修剪方法跟护树的观念 让小朋友能够在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说 怎么样方式才是对待树木最友善的 那此外我们接下来也会跟国小一起来做契机的改善 让老树活得更健康 今天就是配合我们学校百年老树的一个修剪 那景光处这边提供我们高空修剪 还有攀树修剪的一个示范课程 那非常感谢景光处这边的协助配合 那最重要的是本校一直有在推山林田野教育的一个课程 那其中有一项是倾诉体验攀树的活动 那今天借由景光处这边的协助 让小朋友了解说怎么样去做好树木的一个维护 市府绿梅化景光处表示 新北市境内有许多的列馆珍贵树木 位在狭小的巷弄中 大型机械车无法顺利进入照顾修剪 因此会依靠人力攀树修剪的方式来照顾珍贵的树木 今天也趁着难得的机会 来到拥有多棵老树的新华国小进行修剪示范 借此也将亲近树木与爱护树木的理念下下扎根 我们学校老树目前是有七棵五棵榕树 一棵张树和乌旧树 那树屋平台的部分因为它长期把张树的树根是包围起来的 那这一次配合景光处这边的一个作业说明 那我们有跟蔡叶伟议员申请到经费 跟教育局环教科申请经费 我们会把树平台做拆除 然后会让它的跟空气阳光接触 减少核根病的一个发生 确保我们百年老树树的一个继续 再为下一个百年存活做努力 集合新华国小对于生态教育的重视 与拥有多棵珍贵树木的校园特色 进行一场特别的人员攀树修检示范 对此新华国小校长表示 藉由这次的示范 与警官处经验交流 获得了许多保护照顾树木的相关知识 未来也将会朝着打造适合树木生长环境 与学童们一起重视生态保育的目标来迈进 记者廖平函三只采访报道